今天講英超, 現在打到這一刻, 季初都完成了一個階段, 我們對這麼多隊球都略有一個基本概念形式 有些球迷問為什麼好像近方很多冷門, 歐洲那些比賽, 是否會是因為在10月, 大家都知道打到11月的時候都沒有時間停的 即是星期三, 星期日, 無論是國家隊, 外聯賽等等, 杯賽, 會不會是這樣會令到很多強隊方面有些失分的情況呢? 可能有, 除了坊間有些朋友說經濟不好, 多拿門之外, 這些是開玩笑, 因為你說英格蘭的球隊, 英超球隊 你見到很明顯, 譬如說現在這幾輪, 之前那幾輪的聯賽杯, 他不是擺幾個副選, 是整隊副選, B 隊 C 隊這樣踢 因為太多, 即是幾片戰線都很重要, 還有現在, 英超方面大家都預計到, 真標是不是一兩隊的, 三四隊, 甚至乎四五隊 是很重要的, 歐聯也知道, 歐聯也是必真之地, 所以都要取捨, 還有都幾密 反而就, 特別是最近那場叫做被譽為有機會, 有機會是叫做冠軍前哨戰的就是那對萬聖 那場球大家都很多, 昨天有看到, 覺得都幾刺激, 你怎麼看這個場球, 先講講這兩隊先, 鬥毀場球 我自己覺得就是, 在發揮方面, 萬聖, 那場球頭的四十分都幾好, 是不是 顯示到就是, 他們絕對今年有這個能力可以繼續, 即是在那個挑戰那個聯賽冠軍 但是, 歐聯浦普呢, 今年的制約是幾好的, 即是說, 如果前面那幾個是無傷無病呢 加上雲迪克後面呢, 隨時都可以入里波, 隨時都可以製造機會出來 所以, 是很平均的, 那個英超, 唯獨是, 如果你這樣講, 譬如熱刺有幾場球對著那些強隊呢 特別對阿少爺這樣輸呢, 就看來實力呢, 不是大家想像就是, 好像第一場去贏了, 贏了萬聖 跟著扭落來到, 用這班同一班球員, 是令到, 即是球迷覺得, 今年他們, 我覺得熱刺已經是刺了一些 純粹是這樣看, 看了幾場球, 是不是 那車路士呢, 就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 那些累了, 即是累積那兩場球突然間三四天呢 就是聯賽和失分, 歐聯, 但是呢, 一去到第三場球, 又贏了, 即是, 這些就是好的球隊來的 輸一兩場, 他贏了, 他繼續會贏, 是不是, 這些就好, 即是, 只不過是一個, 我們說是, 可能一個, 突然間一個小小的低潮 就是那段時間, 球員突然疲了, 會出現的, 不斷打下去 盧家庫那兩場球, 又不會入, 入球, 接著呢, 就比利時入球, 是不是 昨天呢, 那個第三, 就是對意大利那場球, 他都沒有踢, 是不是 這樣休息一下呢, 可能這個星期呢, 回來, 英超又可能好些 現在唯獨是, 看看你萬聯對萬聯怎麼看 因為這幾隊, 剛才Ricky說的幾隊, 大家都知道是, 今屆真勝的球隊 萬成其實都可以引用, Ricky, 謝少聰的金句 他都經常說, 一隊要爭冠軍的強隊, 短時間之內, 沒有中鋒可以, 長時間就不行 萬成對你普過長球, 你見到, 萬成上半場打得好, 你說普過半場都有困難 但是關鍵就是, 既然你打得這麼好, 你2比0, 3比0就完蛋了 但他沒有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萬成的問題 那你普過, 我一向都覺得, 今季初很多那些, 球員說, 這麼安靜 你普過, 沒什麼交收, 沒什麼球 我說不是, 本身這群球員, 中堅沒有問題, 雲迪克那些, 前面沙拿, 雲尼那些OK 這樣已經是強的, 不用, 雖然沒什麼動作, 但已經夠了 我覺得, 你普過仍然都有一個實力 那麼, 車後史亦都跟Vicky說得對 他, 我相對來說, 他的穩定性可能會更加 比其他強隊有少少優勢 他可以, 冰原, 還有Vicky說過, 他輸了, 怎麼可以立即上來 可以經常試過不失你球, 而等機會入你球 那些的過程是幾好的 比如他對西藍道那場, 他換了差不多五六個 即是用了中間, 待會我再想一下 即是換了幾個球員 最後來都有那個動力, 因為那幾個球員 譬如客神奧道爾就突然打了一個前鋒位 然後盧家鼓, 然後中場 待會突然間我忘記, 因為那場是我說的 即是說他有這樣的兵源 可以組兩隊, 曼亂又怎樣 先把熱刺, 熱刺就 我都堅持我看法, 他後防 即是先別說前面, 後防不行 即是你去到搶冠軍, 他後防未到那個水準 我現在就這樣看, 大家看下去 諾夫斯哲克, 車號士 用了諾夫斯哲克, 那些R3的 跟著巴克利入了, 你知道巴克利回了 可能很多球迷都不知道的 巴克利, 阿斯東, 阿斯東維拉 曾經, 阿華盾, 借那個維拉去年 我都不說起, 你都未知道 但他進來, 一個斜線就是那球波入了 即是他可以用到這樣的球員 那又可以, 所以你出入少年幾大優勢 另外, 曼聯這個題目都幾大 那我也有少少, 經常都跟阿華盾談 曼聯, 特別在那個換人 戰術思維方面, 經驗或變化方面 可能可以高些, 要求多些 在這個方面是有些遲的, 譬如換人 那些決定, 有些猶疑, 但是現在這刻 曼聯到他人腳好了, 多人用了 但是他那個整隊球給我感覺 那個攻守, 平時未去到 即是利物浦和曼城那些是車路士 是可以有辦法, 很主動找到入球 即是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即是壓定性, 贏到對手, 壓到勝夜對愛華盾 那些中油球隊, 你又不覺得他好像又差一點 他現在都有點像, 現在是好一點的 是有點像一兩年前曼聯 就是他對強隊打得很好 打反擊, 打反擊, 他知道怎樣踢 因為打反擊容易, 他知道怎樣攻 但是對中油或中下油球隊 他有時往往進不到球 接著塞了球就失分, 和球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這方面就看看怎樣執行 看看這邊蘇斯特查 因為卡文尼究竟會不會走呢 現在都不敢說 剛才說卡文尼是其中一個 如果扭卡素那些, 認得過的 這些逐了一年約是 新價高些, 但這些走的機會是大些 現在不知哪裏說要卡文尼談得很近 黃馬還是巴塞 巴塞 巴塞也說, 巴塞那些沒有錢 因為你沒有錢 你只能說 現在又說 因為誰之前賣走了 基時文賣走了 現在可能條例有些前 現在不是買一個球員回來 可以解決到巴塞的問題 沒錯 譬如中油球隊另外 我們都有談過就是奔福特 暫時來說 這隊球是有一個踢法 很默契 那兩個前鋒是很格的 你說接下來繼續有驚喜 不出奇的 好像奔福特那些球隊 愛華頓就普遍好像 賓尼迪斯大令的球隊 很整齊 很有組織 不會有點亂在防守方面 大家都很清晰的工作 但是那個能力去到哪裏呢 好像對手 好像萬聯一樣 你突然下部場發揮得不好的 他又可以發揮得好 又可以搶到一分 我想今年和上一屆的分別不會很大 而且特別是Ricky也說到奔福特 記得 反而你對利物浦3比3 我沒有記錯 那個三合球 那個三合球都好像滾滾滾滾 這些不是偶然性的 看回之前的過程 而且我都比較少提過 一支星班馬 要不就穩守 高球 投球 死球 要不就有前無後 烈絲聯 前面OK 後面有穿洞 但是奔福特 一支星班馬來講 攻守比較平衡 懂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攻 這個是困難的 我覺得 很厲害 東尼一直都說 他其實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知道這位球員的全面性 那些 金教的表現其實是很好的 是啊 真的很好 一兩範球 但是那一兩範 我都說 利物浦兩個這麼高大的中堅 都不夠他頂的 是吧 你可能 那場球的狀態 大過分比 看久一點我們就會知道 但是 這對球一定是近方的狀態好 另外那些中游球隊 我們還沒說的 韋思涵 韋思涵 保持到的 就是 今屆來講 他都有機會挑戰 頭六名 說說你的隊伍 哪裏 水晶宮 水晶宮 好像不錯 好似 好似 即是今年的水晶宮的面貌 跟學神帶的那一隊 有少少不同 有少少不同 你見到那些球員的變動 都多 起碼多了四五個 我們去年 是不太認識的球員 其中一個是 乾那加拉加 車後市借將 那個艾…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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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了 但多了他 即是 有這樣的類型的球員 令球隊在進攻方面 發揮有少少不同 因為這些 又比較喜歡滾球 實而不華 即是和學神帶的那一隊 球隊有少少不同 當然 最初後是講成績 看你能不能達到那個 我想尹阿慧回來也是這樣的 想變一下球隊的踢法 那個想法、思想 最好就是有好的成績 即是平穩的成績 另外你說如果下右球隊 羅惠智那些 因為我看過很多場羅惠智 有時候我有做過 或者看過一些精華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有時候也能入球 他會攻的 我帶防守很多次 三個、四個 你抹兩個 或者兩個抹一個 人數足夠 位置都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看球不看人 整天失球 普通的球 走過來 你又看著他 被他頂到進來 又進去 很差的防守 不是英超水準 這個很大問題 因為教練又喜歡攻 喜歡好看 不要緊 你中好看也不要緊 但是你起碼 就是 你入到兩球 你失一球都二比一 我入了四球 人家入三球都四比三 但是你不是 你入了一球 還很困難入第二球 後面又失三球 令對對球 沒有了一個方向 我自己覺得 就是閉加火 我守呢 我攻呢 但是看這個教練 教了這麼多年 一定是好看地面攻的 是 是 落到英冠這樣 其實他們都很 踢得很好 又立刻彈上來 是吧 這個是他的理念 來的 但是如果你開過頭 開得這麼差 現在就拒絕了 那想怎樣呢 其實已經簽了一些不同球員 防守球員回來 簽了很久 但是好像 幫助不太大 搬來那些就沒有了 就是看 戴慈可不可以再神奇地 不簽人之中 又可以 都賺了幾年了 其實 賺了很多年了 以這樣來講 已經是賺了幾年了 是啊 你說行不行 我們都不知道行不行 大佬 那就大約就是這樣 英超 都預計到 跟季初一樣 搶冠軍有排 不過福特 現在換了領隊 是嗎 你來了 那又行不行 但Sixcoe又不是太差 你那些球員想怎樣呢 你不是想 一開始季初 想打到前八前十 因為Sixcoe炒的時候 我記得是 十六還是怎樣 又不是太差 又不是去到 諾密治那些 要不要這麼早炒呢 要不要這麼早 但沒有 他們自己計數 現在問題是你 你看看怎樣 汪福特這隊球 這麼多年來 都喜歡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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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支持對那些弱隊都贏不到那時候真的很糟糕 後來對諾碧茲贏一比領 然後贏熱刺 不是,還有一場的,都不是很強的 都贏的,都是緊勝 那沒有的,你踢球就贏就贏 但是我也想的,譬如說熱刺、阿仙奴就打起來保持 那形勢就會更加刺激 譬如說那幾隊強隊對阿仙奴、熱刺都不是贏中 有機會失分的話 那形勢就會更加刺激 因為有些球迷都想,阿仙奴怎樣 不能評價,因為之前他的對手又不是強 然後就咬緊牙筋,緊勝小勝 然後對熱刺人很漂亮 但熱刺,我們都說熱刺,你不要以為熱刺水準那麼高 不要放得那麼高 但阿仙奴都可以解釋一下 近期好一點就奧迪哥達,商業復出就打得OK 又有罰購,敵欣尼貴初是傷的 很重要的,左閘實上落落 出來又不同,貴初有些人腳又差一點 又換了門障又好像運氣回來 有時候是,有兩個同級的門障 你換一換,可能那個真的順一點 不出奇 還有這麼貴找賓偉智回來這位中堅 他開頭也是有小傷 現在都是用它,OK啦 是不是說好,雲迪克那些感覺不是那些 但阿仙奴看看會否打上來就刺激一點 英超沒得說的,每一季,每半季總是有些爆炸的東西 斯朗,玫瑰英超都夠激 還要整個紐卡素,大家都好,拭目以待 接下來呢,貴中轉換市場重開 其實紐卡素這件事不是球員,整個全世界的Agent 那些球員說,喂,即是入了這麼多新格的話 譬如,像你說的,譬如有些領隊或者球員 不想的了,現在這樣的市道 是那幾隊,那幾隊埋了班,那我就踢這裡 現在這樣的市道,老實說很多球員都可能在減身 是不是,這麼難得可以 所以我說基羅納華斯在走,我七千萬 你給到一億,一億二千萬,我走 因為你還有幾年,紐卡素不會踢一年 龍門,龍門來的,所以對他來說,唯獨是冷一點 紐卡素就沒有巴黎,真是那麼… 不要緊,那些英鎊我來當吳胎蓋,夠暖的 英超先說這麼多,不如我們再說說歐聯 歐聯大家都很重要的 我認住這幾年歐聯歐霸,英超球隊是強的 是強勢,起碼有四隊,有兩隊,有三隊的進去 我不知為何我認住今屆 英超可能在聯賽方面的耗力都幾極 就是那個互相施首都幾耗力,幾浪力 反而今屆我做過的決心都很大的 一隊就是巴黎姓的耳門,也有做過 始終很明顯,巴黎你說為何發甲又輸球 那些不要理會,我只是說歐聯 歐聯姐很明顯,我感覺到美斯那些 又放下身段,又做地腳線,做人場 其實美斯跟斯朗,說斯朗是很帥的 前一陣子,回歸英超怎樣怎樣 美斯都想證明自己 還有金球盃那個名單出來,又不知會不會是這幾個月 拼過去,爭取一下表現,拿到金球 因為美斯其實來到這一刻,去到巴黎姓的耳門 贏發格,沒事的嘛,歐聯 歐聯,證明到自己,希望也幫巴黎姓的耳門 拿到歷史性的歐聯冠軍 就是以前剛剛就插布,拿到亞軍 這個很重要,這個使命 另一隊就,金教也有做過 拜仁方面,拿高市民那個小帥 不止OK,比之前的教頭 我自己覺得,即是不計人腳 計這位教練的調兵顯像 用波的理念各方面 我覺得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英超那些西甲 譬如黃馬,當然也在耳門 我反而今屆有少許,輕輕會留意多些 巴黎姓的耳門,和巴仁 我覺得英超有少許,他們內鬥會很厲害 看看你怎麼看 是,我們稍後回來吧 稍後回來聊 不聊的就繼續 繼續這樣就好 我開個球給你 是,我覺得你的看法也對 因為西甲的球隊今年,我就比較熟 西甲,好像太飄忽了 你說上都未必可以 我覺得巴塞,以他們今年這麼多麻煩 不如跌回去打歐霸吧 贏過歐霸 是吧 因為他那組,老實說 你賓菲加現在那個中方紐尼斯 好像每個人都想要 對著巴塞贏入幾球那個 那組其實賓菲加敗贏呢 敗贏機會出現很大 敗贏作客,不是負輪贏你 你賓菲加其實第二名出選的機會都很大 黃馬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個星期連輸幾場 歐聯我覺得他出選的機會很大 但又不像真的可以達到拿冠軍 夏沙特好像又傷了 不知什麼事 馬體怎麼看呢 人腳比去年好 我們經常都說 但是打出來 暫時來說 就未打到他應有水準 是吧 守又不是說守得非常好 進攻就進不了球 那你進不了球 你很難在幾條線方面 就真的可以 譬如歐聯 在聯賽方面可以達到那個目標 都要看一看 蕭美倫怎麼會調整球隊 但是你說 剛才提到巴塞打歐霸 因為有些球隊為何打歐霸呢 在聯賽欠來界歐聯席位 問一些就是希望歐霸 拿個冠軍補飛 以往都很多例子 但是巴塞又不用去到這裡補飛 變成很負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你巴塞我給你出線 你去得多遠 是不是 如果 我們吹水 如果你去得不遠 不如快點掉下去打歐霸 擺到歐霸 拿了冠軍 反正都很久都未拿過 反正 反正 你覺得接下來 也有些傳媒吹過 巴塞既然財政方面不太好 現在又不是可能 今屆不如爭冠軍的時刻 不如這兩年兩三年年青化 炒幾年 彈藥之後再再來 會不會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 一年就行 你說幾年 球迷很難 當然很難 你反過來 今年好像有幾場球 輸得這麼難 球迷都不入場 不過現在限聚令 是不是 變了不是很覺眼 不是很愛眼 不是很覺眼 因為巴塞和華為球迷是這樣 當然 你彈了個帕迪出來 彈了個家圍 那些是好事 是好事 但是最多一年半載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都是憑估的 現在朗羅庫文 和拿破塔的關係如何 是吧 拿破塔會引導朗羅庫文如何 如果輸多一場 我半場 什麼時候換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疑問 那就倒閉了 歐聯其實都是 當然在分組賽 都有些爆冷的賽果 但是去到淘汰賽階段 我們估計都是 我們已經說過那些二門球隊 因為你 譬如巴黎石炎弘那組 他和曼城的機會很大 即使曼城輸了給他 但曼城都保持那個實力 是吧 那你A組 是吧 B組呢 就看來利物浦 就打了幾場 應該他出線的機會很大 就是那個死亡之組 是吧 因為美蘭雖然有些驚喜 因為西班牙幾場球 在歐聯打得不錯 即是對馬德里提高 和作客對利物浦那場 但是都要輸球 那就沒有了 雖然你表現是好 打得很放 但是你拿不到分 在這場 這個死亡之組 你有困難 另外那一隊就是波圖 波圖 有時都會有些驚喜 因為北京有歐聯的經驗 那我想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就是利物浦出線 跟著第二名就要看 馬德里提高和波圖 都是一些熱門的那些 是 C組 那譬如 即是那組 就 比薩達斯 多蒙特 那 看來都是多蒙特的機會大些 在這組 糟了 我有做過多蒙特 我都不印象很深 是 B組就是和馬 那組就是 那隊 薩利夫 我們怎樣譯 舒利夫 舒利夫 那隊真是 拋頭 即是對 和馬 他們全部都是 一些 奧運球員 是 最終 和馬 可能出事的機會 都大 這組 我不是怎樣爆 其實我都覺得 不是怎樣爆 看看哪組有機會爆 那隊年青人 我們又說 那隊年青人 我看到什麼呢 就是 譬如那隊 薩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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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很拼命 即是怎樣說 他不知是否 好像流了力 打勾聯 即是 那隊年青人 也是 是 當然年青人 那一場對曼聯 就有少少意外 就是拿了紅牌 如果不是 可能未必變成這樣 是 但我看到這一點 就是 哇 每次的球都和你去完 很拼命 好像 流回的力 就是和你打 那樣 那你稍微 有少少 輪換 那場球也好 有些球員 有少少 皮帶也好 就會發揮這些 戰果出來 還有歐聯 或者一些大賽 你會留意到 這球隊有一個特點 他們一定 即是球隊實力 就 質素不是很大名 很高 但為什麼有時候爆到懶呢 往往都有一些研究 指出來 就是他們這些球隊 整班球員的班底 可能夾了很多年 即是那個整體的合作 做得很好 默契 最後就是 這件事贏你 那就 看看 接下來會不會 國際賽後 有沒有後遺症出來 聯賽會不會是正路 還是怎樣 大家要看看 接下來的歐聯 都會繼續 連賽跟著歐聯 維拉利與我感覺 這對球好 真的 但是是差一個射手 現在西班牙很多國家隊 都是 打得很好 有自己的風格 但是 是差一個就可以 入到球 那謝達摩尼萊就傷了 艾加斯 好像又不是說 那種可以 自己可以擔倒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特別在歐聯方面 但是你看到維拉利爾這對球 真的作客 在奧迪福對著曼聯 都沒有協償 打得非常之好 曼聯就 不會說了 真是 正路來說 曼聯在這一組 就是一個好籤 實上籤 但是 你這麼不穩定的表現 你可以輸給年青人 跟著就 險性 很慢 你給我們一些穩定性 看看 看看 看看怎樣 H組 馬毛好像真的 差一點 馬毛這對球 那 薩尼達和我們說 烏克蘭 俄羅斯的球隊 沒有什麼驚喜 沒有什麼特別 暫時看 沒有什麼驚喜 車路士、總雲達斯 應該在這一組 都是機會大一點 另外一對 我們說過就是羅比錫 羅比錫這對球 今年是跌得很厲害 不要跟上一屆 我們之前幾個節目都有說過 他在聯賽都不是以往二三位 那些抖下來的 不是那一對 不是那麼好的 撒爾斯堡、塞維爾、和夫斯堡那組 看了兩場都是塞維爾和和夫斯堡 普遍來說 我們看歐聯看了幾週 就是有些爆爛的賽事 出了來 但是 還有很多場的 在一個分組賽 要爆爛去出線 就看來是那些我們看低一點的 有歐聯的經驗 就是我們剛才說 就好像奔菲家那些 如果我這樣看 如果這麼多組 我納過一下 或者有很多看精華和什麼 有少少機會爆 在E組 拜仁就出線了 大家都覺得是機會大 是奔菲家和巴塞 奔菲家是有少少機會 可以爭到那些 就是有這些球隊 甚至乎死亡之主 你說波圖 是吧 令到馬底看都出不了事 是不出奇的 是不出奇 但是你說要年青人 馬毛 這些 辛尼特 俄羅斯那些球隊 戴南摩 那些看上去就難些了 其實這些分組賽 這些藥隊爆一場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贏得一場已經OK了 是不是 不過歐聯就說了這麼多 不如順帶我們多扯一些西甲 Vicky也很熟 我先看一看 稍後回來 請西甲專家 Vicky和大家討論西甲 小編 那是粉極 我先看到 是粉極 不好 是粉極 你 有 這個